院长吴敦毅他下午出席了92110周年的纪念会 不过谈到的却是政府要怎么样来接收高铁的态度 那高铁现在债台高主达到4000多亿元该怎么办呢 吴敦毅说原本的团队应该负的责任和义务是仍然存在 情况如何我们立刻连线请薛文豪来告诉我们 文豪 主播高铁年年亏损 明天董建议市政府强力主导传出董事长 因其确定走人而欧静德将接任董事长这一份职务 而刚刚吴敦毅在稍早的时候受访的时候 原始的五大股东呢 对于该负的责任还是得要负 我们听听看吴敦毅稍早的说法 社会改组只是调整或者变更他的经营的团队 但是原有团队 他应该对社会对国家该负的责任跟义务 其实是存在的 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要辅导跟协助台湾高铁 让他的营运 包括他的服务的水准 都要更健全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我想这就是政府该做的事 我们一定会做 在目前这个低利率的年代 应该适度的调缴他的这个利息 才会让高铁等于卸下了那个过重的这个包袱 我觉得这也是让高铁健全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谢谢 吴敦毅是表示说目前高铁营运面临的最大困难 就是银行的贷款利息过于太高 因此他也表示说政府即将出面协调 让银行来降利率 让高铁能够回归正常的营运 好的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还给彭内主播 好您听到的是歌魁吴敦毅的说法 希望能够协调让银行调降利息 使得高铁的包袱不要这么重 谢谢大家